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另一本新書 就叫做 《不要再該奮鬥的時候選擇安逸》 其實我們之前一直都是 介紹很多名著、巨著 譬如《吳咸的諸元章傳》 《1984》 《美麗新世界》 其實Widges都很高興 1915年這些都很高興 我們今天是講一本輕輕一點的書 但你不要小看它 這本書輕輕得來 其實我覺得它的文字寫得很好 是台灣書 它的作者是誰呢 就叫做 《老洋的貓頭鷹》 其實我就不知道 《老洋的貓頭鷹》是誰 但這本書我是覺得可以買的 好像那些古評人一樣 買的 這個是可以買的 原因就是 因為這本書輕鬆 很容易讀 但我中間覺得它講的這個道理 我其實很怕看《心靈雞湯》 因為《心靈雞湯》的書 其實看完之後 你都不太知道你去講 因為每一個項目都差不多 但這一本書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它每提起一件事 我發覺它每提起幾個項目 其實都是很多人 普遍都有這些問題 而它文字呢 是很簡潔的 它用的文字不多 所以我不符合 很有力 很快就能講到這個重點 看書我就喜歡看這些 要麼就看大道理 要麼就看文字功力 如果又沒有道理 又沒有文字功力 其實你就可以不用看 這本書就是它講一些道理 雖然好像很多人都知道 但為什麼你做不到 它就指出為什麼你做不到 而且它的文字簡潔 所以這本書呢 其實是易讀的 可以買一本 擺一本 有時候 當你自己很頹廢的時候 就可以 讀一讀了 那也是那句 如果你們喜歡看我讀書的影片之後 記得來我這個patreon 我每一次都要做廣告 就是patreon.com.sharenjuan 我們第一次的gathering 已經是做了 我們希望在明年 這個農曆年之後 希望COVID的情況好些時候 我們可以做第二次的gathering 好了 我們就開始講書了 這本書就叫做 不要在應該奮鬥的時候 選擇安忍 那為什麼我覺得這本書好呢 就是因為它point out了很多人的心態 好想明成 你就好想有大成就 但就什麼都做不到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班人普遍都是 思想上的巨人 但是是行動中的矮子 這句就 簡直是這句 思想巨人行動矮子 那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不要說一些大大大 就是一些大大大 我們說的很簡單 比如說說減肥先 就是身邊有幾多朋友 你女生朋友 是想要減肥的 就是無數那麼多 包括我自己也是 那 那就是天下無敵 但是做就永遠都是有心無力的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又不肯起床 又不肯跑步 然後又不肯做運動 做運動其實是很辛苦的 就是你問我喜不喜歡做運動 其實我是絕對不喜歡做運動 但是我也覺得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世界 我很明白 就是give and take 你要得到收穫 你就必須要付出 你沒有汗水 其實你就不可能有fit的身體 所以又要節食 其實現在做這條片的時候 我已經很餓了 但是 問題就是說 其實你要減肥 某個程度上 你是要餓 你只要吃小你的胃 如果你的胃很大的話 你長期處於一個飢餓的狀態 其實你是很難減肥的 你一定是要吃豪 你一定是經常想吃東西的 所以其實要漂亮 付出的代價是很多的 所以你千萬不要看不起 哇 那個人漂亮 他天生 像模特兒的身形 不用keep 他都fit 其實不會的 這個世界上 其實有很多人 都在暗暗努力 不過是你不知道的 你以為別人不努力 你以為別人天生的骨架好 其實不是 就算天生骨架好 其實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不會有吃極不肥的 即是他告訴你 我吃極不肥 就是他騙你的 其實他在家裡吃到哭 他沒有告訴你 但是你真的去信 那你就輸給別人 所以這一部書 它很有趣 它有很簡潔的文字 就說出 其實有很多人 其實思想的巨人 行動的危子 你不甘於平凡 但是你又動都不肯動 OK 你又很想瘦 但是你又不肯自食 又不肯做運動 他說 有一件事 這本書 很有意思 記住 他說每一個人 都應該是有企圖 每一個人對生活 應該是有個企圖 還有有所要求 只有你對這個生活 是有所要求 你有個強烈的要求 這個生活 才會回應你 這個就好像我們之前說的一本書 就是law of attraction 就是說這個宇宙 其實是很fair的 OK 他每一個人 你出來的條件 可能是高矮不一樣 肥瘦不一樣 智商不一樣 家庭扶貧不一樣 但是其實他也是在回應你 他會回應你的 OK 如果你對生活的企圖 不夠強烈的話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想要什麼 他就不回應你 所以要求太低的人 慾望太低的人 那命運就索性 不理會你 因為他不知給你 他完全無法理解 你想要什麼 所以 如果你要成功的話 大家就要記住了 其實你是要有一個強烈的願望 我很小時候都聽過一些人說 如果很恨錢的人 多數都會發財 因為他很恨錢 第一他給宇宙的message 很強烈 我很欠錢 而因為他很欠錢 所以他就會用盡所有方法去賺錢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最近有沒有看Netflix有一套的戲 就是說那個女生是捉Chess的 捉這個國際象棋的 他很喜歡 他連閉上眼睛 他都看到一些Chess的棋 在他的棋盤上 因為他很default 所以他還沒很用心去做 而他的心思全部去完 這個世界很公平 最公平的事情是什麼 大家都有24小時 雖然大家出身的條件不一樣 但是最公平的地方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24小時 所以24小時 就是用來給你做什麼的呢 就是用來給你斑平 你覺得不公平的條件 這個世界上 就從來都是沒有公平的 如果你覺得 這個世界上為什麼會沒有公平 沒有公平 因為不公平 我生出來又不夠他漂亮 又不夠他甩 又讀書不夠他多 那我當然是落後於人前 這個不公平是事實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給你 是去解釋自己失敗的原因 這個也不是一個原因 其實 這本書我都去point out 有些point 我覺得都挺convincing 挺強烈的 就是說每一個人 天生都一定是不公平的了 條件一定是不一樣的 你擁有的東西都不一樣 但是你有一生的時間 每人都只有24個小時 你就用一生的時間 去斑平不公平的事 那所以呢 如果你跟別人之間的比例是這樣斜 你就斑平斑平斑平 最後呢 你可以跟別人level up 又或者你甚至比別人更加多 那所以呢 這件事情 他就說 只有你斑平了 你高過別人的時候 你才會有這個話語權 那我覺得呢 他這些point 我完全呢 都是覺得是 很有靈的 那他說呢 所以他說呢 人生是什麼呢 人生就是用你一生的努力 去慢慢斑平本來這個傾斜的世界 你未必可以馬上去斑平它 但是你只要多一寸進步 你就會多一個的歡喜 那人呢 最緊要是有要求 有強烈的要求 就是有時候 譬如身邊有些朋友 他很talent 就是他是talent 但是他唯獨的最大問題 是什麼呢 就是他對生活沒有要求 那你對生活沒有要求 就好像一本書那樣 就是宇宙聽不到你的訊息 他聽不到你的訊息 他聽不到你的訊息就不給你 如果其他的signal強一點 因為他給了旁邊那個 那所以你自己有talent的話 你對生活也要有要求 這些不是叫強求 就算你說叫強求 我也不會說是不對的 那你推動自己去做 最怕一個人 就是對自己 甚至沒有要求 那就糟了 所以你說 大家的環境 背景不一樣 是不是一定註定你是不夠厲害 那我不是 就是有無限這麼多例子 李嘉誠出身都不是有錢 是不是 然後我認識的 就是我們之前上一集說 什麼朱元璋 講這個毛澤東 什麼勞民出身 是不是 最後就是一國之關 大地在我腳下 其實我很多認識的人 比如你說陶傑 那樣 人家才子 但是他家裡只有一個中等家庭 其實所有的成就 不是他家裡給他的 是嗎 都是靠他自己努力 那你說 靠家裡 一直厲害下去 又沒有 那樣都有 但是不可以完全是 因為他的成功 是來自家的 所以你說 人生是不是一定輸在起跑線 我覺得這些完全是 糟糕 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你人生開始 你出身不夠人好 你就一定是輸在起跑線 那我覺得你這一生就玩完了 那你還需要玩 對吧 對不對 你以後一生就60年 你糟糕 你那60年怎麼搞 你覺得你一開始就已經輸給別人 那你真是糟糕 你真是沒辦法玩 喂 人就是這樣的 你就是一定要有一個不認輸的性格 喂 你一天還沒死 你一天還可以糟 那所以那個 fact就是 還記不記得Titanic那部戲 就是 Titanic那部戲 Decalbio 他是一個小流氓 Jack 那最後他不是救了Rose 就是和一群有錢人 想等人一起吃飯 那其實他說 是啊 就是我是一個小流氓 但是我有一些原因 就是他救了Rose 所以 I am sitting with you fine people 現在一起跟你 you fine people 一起吃飯 那所以這個世界上 其實是 是不公平的 但是 命運 對每一個人 有一件事 是fair的 就是第一 你每一個人都有24個小時 你能不能夠用你的努力 你給人更加多的努力 是去把這個不平的世界 再斑平一些 再斑平一些 甚至超越人 第二件事 就是命運 其實對每一個人 According to 作者 他說他也是情深的 就是你要投入多少 他就可以回報你多少 就是如果你不投入 就sorry 他不回報 那我講一個例子給你聽 因為我最近 你知道我讀了fine arts 我最近那個art history 就是藝術史的成績 就是比我老師 就讀得很低 那原因是因為什麼 他不是說我寫得不好 他說我寫得非常好 但是問題是 他說我抄回 我曾經寫過 paper 的一些paragraph 那我就很驚訝 他說你是絕對不可以抄 抄其他人的 那我說是 不可以抄其他人 那我可以抄我自己 我自己 original 我抄回我自己的東西 都不行 那他說不行 那接著呢 我就跟他吵得很厲害 你知道嗎 我的gpa 就是我現在在做事情 其實我在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讀書 都真的不是隨便讀的 就是我是很有要求的 要不就不堅持 就是我的性格 要不不讀 要不就踩到盡 我現在是second year 就是second half 就是下期 已經完了 但是at least 我投的三個學期 我gpa 是3.75 平均分 所以我就很有力的證據 就跟我的老師說 你看看我平均是3個學期 平均是3.75的gpa 所以你可以見到我 是幾serious的人 我是做事幾認真的人 而我抄了我自己的paragraph 我不知道你是academic wise 是不行的 他說ok 那你現在告訴我 我現在知道 但你必須要給我一個機會 我重新寫過 然後他便呼應你 其實學校就說 其實我們是不行的 RMTT 我其實從來 mark了卷 就不會再remark 不過 你convince了我 所以我就回應你 我給你重新寫那份paper 然後你再教 我找一個獨立的考官 再mark那份 at least就是說 當你只有一個很強烈的要求的時候 別人才會回應你的 你明白嗎 其實這個道理 我覺得是很 很對的 就是你對學校很有要求 你很convince 很努力 很盡力 用力去為自己爭取 同樣地 如果學校會回應你 其實上天都會回應你 那問題就是說 你到底夠不夠強烈呢 就是如果你覺得 看一個end result 你覺得無所謂 我自在參與 那你就死定了 因為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自在參與 其實都很弱的 就是自在參與的意思 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不重視的結果 你不重視的結果 人家怎麼會給你一個好結果呢 不重視結果是代表什麼呢 不重視結果是代表了什麼呢 不重視結果是代表了 你根本不care result which is that means 你是不會盡你的全力 盡你的飲奶之力 那所以呢 就是 去吧 這本書 我覺得去好看的地方 因為 它就是揭露了 很多你們思想上面 一些的謬誤 覺得這個世界不公平 所以就是我失敗 或者不夠人好的原因 這個世界一定 百分之一百不公平的了 你已經不需要再用這個 做藉口了 你接受了它 你take it and 第一個問題 就是不公平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 跟別人拉平 甚至超越人 你見過有很多人 其實出生都不是特別有錢的 剛才我們說過 李嘉誠 這些都不是有錢的 但是 最後 是可以做得很多 有些前高官都說 譬如馬士亨 都說他自己以前是板間房出生的 有很多這些例子 所以呢 不公平就不是你失敗的原因 如果你要用這件事去賴 其實是沒有人幫到你的 所有的問題 都在於你的欲望夠不夠強 你的要求夠不夠強 這個世界就沒有一個 叫做自在參與 我自己做事也是的 我自己做事 從來都不自在參與 要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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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參與的概念 我亦都跟作者想法一樣 我都完全是浪費時間 那我不要睡覺 是否參與什麼 就是 下場就只有一個結果 就是我要贏 贏不到 我就不做 做得到 我就要贏 這個就是我從來的想法 所以你看過 就算我做YouTube 我都很用力去做 我不是客氣做的 大家講讀書 有很多人都是 都是講5分鐘15分鐘 哪有人講9個字 講1個小時 還有看這麼多資料來跟你們講 所以你們有看過我的影片 你們都知道 其實我的影片是很多資料的 不是耍你時間的 所以人生 其實做每一件事 都應該是這樣 每一件事叫做耍做的 所以 這個 只是我們今天的第一條影片 我們今晚的Live的時候 我就會再詳細和你們講一下 這一部書 中間去Point out 有幾多 平時的人 怎樣給自己excuse 一些思想上的loop post 就是覺得自己 把自己的失敗合理化 如果你聽完之後 麻煩你了 就真的醒醒醒醒醒醒 不要把你的失敗合理化 這個世界上 只有贏和輸 如果你要贏的話 就不要給自己excuse 那我們今晚9點半見 那 那 我會不會再拍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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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